雷总说过 买平板就是买平 小屏旗舰的风吹过了手机 现在也终于吹到了平板电脑这里 就最近两个月吧 安卓这边就新出了 三款10英寸以内的小屏板 用的还都是骁龙8至尊 和天玑9400家这些旗舰SoC 有的还用上了OLED屏 主打便携 主打性能 也主打游戏 小屏板绕不开了 还有iPad mini 肯定是小屏平板市场独描 很多人买它就是为了玩游戏的 苹果去年给iPad mini更新了A17 Pro芯片 然而在今年小屏安卓平板的冲击下 iPad mini还有竞争力吗 这期视频我就以游戏的角度出发 来对比聊聊这四台小平板 屏幕从8.3英寸到9.06英寸 面板从LCD到OLED 到底谁才是今天最佳的游戏小平板 三连走起这就开始 四款平板 8.3英寸 8.8英寸 9.06英寸 iPad mini呢 是这里面最迷你的屏幕 是8.3英寸 竖方的时候 比别家矮半个头也胖一点点 再加上这个粗粗的屏幕黑边 有点不大聪明的样子 安卓平板这边的屏幕呢 黑边都比iPad窄 红米四等边设计 按键布局合理 横竖屏都容易够得着 拯救者是两窄两宽的黑边设计 横屋的时候 锁屏开关会有一点难够得到 而且红米和拯救者都没有指纹识别 只有2D人脸 横屋的时候容易被遮挡识别 红膜电极平板3Pro 唯一的OLED面板 黑边可以做的很窄 只有4.9毫米 而且四边等窄 开关键有指纹识别 安全前置摄像头 放在了长边这里 横屋的时候不挡脸 既然是游戏小平板 硬件配置必须得跟得上 芯片方面 红膜拯救者用的是 骁龙8至尊版 红米用的是天玑9400架 都是当今安卓平台最强的两款SoC了 iPad mini用的是去年的A17 Pro GPU只比iPhone15 Pro少了一颗 性能依旧是宝刀未劳 还是有不少人买它当做游戏机的 不过这块液晶屏刷新率 只有可怜巴巴的60赫兹 很多游戏没有办法设高阵 连王者荣耀只能屈就于60帧 典型的屏幕拖硬件后腿 安卓这边三款平板就不同了 全员165赫兹高刷 跟iPad mini摆在一起 就是两个世代的产物 性能方面红米红魔拯救者的表现 都是顶级游戏旗舰的表现 各种高负载的游戏帧率 几乎都是顶满来跑的 红米的表现比较冷静 拯救者默认流畅性优先 功耗略弱一筹 而红魔有散热风扇加持 散热效率天生更高 性能调教可以更接近 推得更满 除了双洋外放 三款安卓平板 外围都有X轴震动马达 而且都还是两枚 玩吃鸡枪战类的游戏 沉浸感是iPad mini给不了打 另外还有直接影响 触控响应和游戏体验的触控IC 红魔OLED屏 这次首发了新思的S3930处理器 对比LCD平板这边的 连勇的触控IC 它的触控反应确实要更快 更跟手一点 要知道对射击类 音乐类游戏来说 跟手就是生命 旗舰小平板的游戏性能 和外围都拉不开 明显差距的时候 那屏幕显示 就是那个影响水桶的短板 直接影响我们的游戏体验 这里先看四款平板 屏幕实测数据 iPad mini亮度只有500多尼特 虽然有抗反光涂层 但是这个亮度在太阳底下用 还是有点吃力的 安卓这边都有激发亮度 红米大概是600尼特 拯救者接近800 红魔全局揭发足足有1000多 果然 OLED面板一大游戏就是亮 基本上不用担心 互玩游戏会看不清画面 OLED面板除了够亮 它还够暗 对比度高 利好HDR内容显示 玩HDR游戏更吃香 普通游戏画面也会更艳丽 就算是不玩游戏 平时看看电影大片 剧集啥的 画面暗的深邃 亮的通透看着更爽 体验是LCD面板是给不了的 OLED面板均匀性也有天然的优势 看数据 红魔屏亮度均匀度轻轻松松过95% 三块LCD屏幕也就80%多 肉眼观看也挺说明问题的 你看这里纯色的画面 拯救者和红米边缘 难免有不同程度的暗角 就算强如苹果 暗角也不能完全避免 红魔这边就更均匀 边缘几乎是没有暗角 看起来更通透 护眼方面 有一个可能反直觉的事实 就是OLED蓝光控制 其实要比LCD好的 我们实测 红魔这块OLED 波峰落在了458纳米 做了红移 其余三块LCD屏 iPad mini是448纳米 最好的也就是454纳米 不过iPad mini的色准 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两个色域的DataE 都被压得很低 红米的表现不错 挤成了小米的基因 红魔表现中规中矩 而拯救者的表现 就有点前火候了 我觉得OLED面板 会是平板显示的 下一个未来 一块好的 显示素质更高的屏幕 才是好内容的载体 这个道理 手机市场花了好几年时间 从LCD转为OLED 告诉过我们了 如今三星 华为和小米的旗舰平板 都用了OLED屏 还有新的iPad Pro 也已经从mini LED 转移为OLED屏幕 已经给平板的 发展指明方向了 但为什么今天的平板 还迟迟没有 集体转向OLED呢 问题在于成本 主要是大屏OLED成本 还降不下来 OLED的大屏 由于两率比较低 到今天为止 成本都非常非常高 它大概相当于 同尺层LCD屏的2.5倍 所以像大屏OLED 往往都只用在最高端 大屏平板中端价6000起步 而红魔电击平板3 Pro 已经是当下能买到最便宜的 旗舰级OLED平板了 最后再简单总结一下 这四款小平板 iPad mini 生态虽然是最全面的 A17 Pro的性能 也绝不落后 但它的落后 在于屏幕的配置 放在今天当个游戏平板来用呢 我觉得还是欠一点火候 安卓平板这边呢 综合性价比我觉得会更高 像第四代拯救者Y700 有骁龙8之尊的加持 游戏性能不用担心 不过游戏生态的建设嘛 我就觉得有点毛皮了 红米KPi是挺全能的 各方面呢不怎么偏科 但是要论极致性能释放的话 那红魔电击平板3 Pro 我觉得会更胜一筹 特别是这块OLED屏幕 带给的更真实的 艳丽的游戏画面 是普通LCD屏幕所给不了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游戏小评版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类节目的话 别忘记了关注 投币转发一简单里哦 这类是Revline参考线 我是怡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